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回憶 就算50年不变 50年之后更没变得懂 但事实是回归25年 香港再不是最自由的经济体 例如以前的香港人继续住下去 慢慢温水煮过去煮过去 也可能可以 但有些可能回头看不远 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 搞坏了 那我们岂不成民族罪人 尽管中国领导人 在97年前后作出过无数承诺 香港已经面目全非 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要做 这有没有搞错 新闻自由排名跌到100名以外 国安法后原来有很多东西都不能说 很多东西都不舍得 甚至跟人做一个专访都不行 50年不变的承诺 过了25年 香港已经不一样 1997年6月15日 香港回归前最后一个赛马日 当日投注额超过25亿 马照跑舞照跳 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成六的象征 25年后马仍然照跑 这个马贵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买卖5月底才恢复入场 香港人生活方式不变 但这个曾经连续25年 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东方之珠 去年开始不再获得独立评级 香港被视为中国其中一个城市 你以前看这里任何领域的东西 政治、经济或者很多都跟大陆不同 数据不同 股市不同 一样不同 你现在整整一下 一些东西一样同化了 那就没有分别了 香港97年7月1日回归当日 恒生指数收市16,365点 一国两制承诺香港资本主业制度不变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变 今年3月 恒生指数一度跌至低位的18,000多点 会落到接近97年的水平 回归25年 指数只是升了一成 经济学博士罗家聪 在中资银行做了14年 2019年离开 曾经公开说自己是被迫辞职 他说回归20多年 香港经济外资比例减少 很多领域都已经被内地资金和人员主导 最初他比较紧张那些重点的领域 金融、银行等 他会在那里插旗 但是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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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其实很多领域都不觉不觉会被他换完 甚至一些不赚钱的 譬如教育、学校 那些学校都不赚钱 因为他要洗你脑 其实他都会换完那些人 现在你看看哪个大学校长不是头 你看看哪个院长不是头 道念六四一直被视为一国 是否可以真正分开两制的指标 回归后 香港是唯一一个每年都有公开 道念六四的中国城市 六四三十周年 维园触光晚会有十八万人参加 2022年6月4日 维园再无触光 现在维园的市民 这个警方呼吁 维园这个范围 有机会列入警方的行动范围 大批警员看守着 临时关闭一日的维园 加上疫情限聚令 香港人已经习惯 不能够聚集的新常态 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请勿斗留 很和平 叫做 纪念下 六四一日的屠杀 他们不是屠杀 可能事件或者怎么样都好 都会用另外一些 不关事的事情 让你去做 过平 也不是 有什么自由呢 一国两制承诺香港人 继续有集会自由 这两年游行集会绝职之前 回归后的香港 的确曾经还是示威之道 好想得到 共产允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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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游行路线 换起香港人很多回忆 港区国安法2020年生效 回归25年 被视为 象征香港集会自由的 六四燭光晚会 和七一游行传统 经已消失 主办的民阵和支联会解散 更有主要成员被捕 香港公民社会 押解、教协、职公民等历史悠久的组织 亦都一一解散 反对声音变得微弱 现在我都没有 但是我都没有 少少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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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他继续一个人的抗争 哈啰 意大利神父这么耗望 竞争着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 他因为向往共产主义理想 七十年代 来到被视为中国对外窗口的香港 一直帮助弱势社群 他把香港公民社会力量消失 对政府管治不是有事 吃粗饭 他们应该明白 一百万人、二百万人去示威 为什么去示威 那是一个聪明的政府 我要明白 不是责押的 不是不给他们 你是普通的人 没有做过什么为事 已被叛作监 这首歌 他为现在坐牢的朋友而作 当中很多是香港公民社会的中间分子 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关三人 就是指导人在哪条路走 就是没有理由他们现在这样做 金豪旺曾经帮助香港人的内地子女争取居港权 这个因为主权回归而引发的宪制争论 最终引发人大第一次释法 金豪旺看着回归后 中国、中港矛盾越来越大 谁开始推动港独呢 是香港政府 旧年那时候 不让你们香港人的子女 那些大陆人来香港 全部都是垃圾的 这些人来这里来厂户 做乞丐 那你叫香港人分对大陆人 对吧 回归后几次大型社会运动 都突免这种中港矛盾 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 反对要折立加强认识 中国的国民教育科 2014年的雨山运动 反对人大831决定 限制香港普选特首和立法会 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 反对引导香港人回内地受審 随着港区国安法实施 香港公民社会组织一一解散 香港小座反对声音 社会气氛改变 我忧虑 我不想出声 不想行动 什么都不想做 那变成一个麻木的社会 就是大家害怕的社会 现在在各大小监狱 有律师 有教授 有医生 有学生 议员 今天的香港 已经不是昨天的香港 因为前年七一游行 被判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的曾建成 这一天仍然出狱 林彦邦以公民记者身份 在现场採访 我已经被判煽了 主流传媒会 会遇到很多记者会 李家超见记者 就算我想做麻木的身 我现在没有症 政府的政策也是 只需要我这些身份的人去补的位 通常是什么呢 就是在街上发生的事 或者这些类似 我们可以叫做政治犯出狱 那未必在主流的视线里面 就算有都未必是很明显 那我想这些是我要去补的位 一直在新闻机构工作的林彦邦 现在一个人在社交媒体开专业 继续报道新闻 我们已经不可能去想像 再有立场苹果 去用一个数以百万计的fanspace 去做一个这么有影响力 的所谓自由派传媒 不可能 它不会容许你这样做 那你只能如何发生为例 他06年入行 先后在多间媒体工作 最后一份记者的工作 是在网媒立场做采访主任 立场在去年年底停止运作 两名高层被捕 旧上司上庭 他也有去旁听 你没有遇过原来写字是刑事罪行 你没有遇过原来 你说一些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 而且那些都是 很多都是事实客观陈述 原来是会叫做煽动的 而你是不需要有煽动对象 你不知道使用了谁 母国界记者组织每年调查 全球百多个地区新闻自由的情况 2002年第一次公布的时候 香港排名18 到了2022年 排名跌到148位 我想那些数字排名是一些很死的东西 但是你亲眼看着所有东西 一路都会吓舌 然后到了2021年 没有了苹果 没有了立场 没有了做 所以他跌到下去 菲律宾楼下是合理的 不知最自由的状态是如何 我只知道很不自由的状态 就是现在这样 不少人决定离开 去寻找自己自入的天空 根据入境处数字 今年头三个月 正流出香港的人数超过14万人 虽然并没有具体移居海外的数字 但是普遍被视为生一波移民潮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无望六四 无望六四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伦东的六四纪念活动 今年多了香港人参加 有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的英国 是很多香港人离开香港后的目的地 以前香港我们表面上都有自由的 只要跌不到一些底线 其实是OK的 后来泰国就变了 香港 起码可以得到你的问题 可以做访问 已经完成了我们的集会自由 我们的新闻自由 採访和被採访的自由 这一件事可以在同年階10号做到 可不可以再在香港做到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数 Fight for freedom Fight for freedom 离开的人心情复杂 身处海外 一方面要适应新生活 以前在香港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也说 对于香港现在的情况 又关心又不敢多说 我自己有时候现在讨论香港的事 我会很在意去想 在香港的朋友 听到我的平民会有什么感觉 他们已经在里面受苦 我不知道他们是喜欢听到 我们好像帮他们发声的说 还是你越说他越沉重 我想为了做更多的事情 你离开这句话 这句话真的不是没有人做到的 比如说你是王冠聪 这些政治人物就当然做到了 因为在香港它是动胆不得的 但是你说一般来这里的香港人 或者我自己 我觉得我真的不觉得自己 可以说得上这句话 一国两制史无前例 这个实验做了25年 对这帮香港人来说 是不是已经有结论 以前我们很天真地以为 我们真的会拥有一国两制 局部的自由 经济的自由 没有 其实很天真 真的是天真 如果有很多事情它控制住你 都是那一句 你乖不乖 如果你比上海 或者北京的人 在这里住 可能没问题 可以的 我想回国二十五年 充分地说明到 那样就是不合理 不合理的地方是 这个地方的人 和他的宗主国本身 是没有信任可言 是没有信任可言 不合理的地方